时尚圈著名的老佛爷,影视宇宙大牌史内尔终身至创意总监科尔曾经说过,时尚圈对待模特,从来都是不公平的。 这句话用在我们今天,跟小主人公Lindsay Wixon身上再合适不过了。 红旗一时,时尚圈的宠儿如今却沦落到在家乡当服务员开小餐馆,你们兴许会觉得眼熟,凡是关注一些时尚的朋友们应该都对她并不陌生。 自从被Predo设计师MidishaPredo看上之后,并在2010年Predo的开场,这位94年的妹子第一次走向国际题台变火的不可收拾,这位在天台上涂着大红唇,在普通人看起来满脸怪蛋的娃娃脸,就是Lindsay Wixon其实右边的素颜照看起来还不错吧。 但别看这位外表清纯的妹子,其实在T台上可是各种作妖,扭一个眼光还是很准的嘛,她的粉丝根据她奇特的长相,小圆脸,大嘴唇,大牙缝,给她起了个绰号,著名著名T台做妖剂,在Zumper Goldia的秀场上惊鸿一跌,露出自己无比时尚的大牙缝,T台上就是她的舞台。 扭一发,Kristian Lear高定的秀场上抬腿扭捏,不过这个平常人难以演绎的姿势,被朱妹演绎的无比时尚,在Besachia的T台上释放自己性感的一面,这和平时看起来可爱的一面也大相近平,深邃的眼神一板一眼,仿佛T台就是自己的战场,熟能与我争锋。 朱妹凭摔是虽然朱妹在T台上一向是霸主,但摔起交来也是不亦乐乎,在Versia2011年的T台上直接跪地,还有一次连摔三次,踩入史册,起来欢呼之后继续摔跤,以至于朱妹的粉丝,为她做了一幅画,像哭,还有一次在Humper Goldia的秀场上, 由于自己的头部装饰,挡住自己的视线直接跌下T台的最前方,这也是前无古人后无矮者了,朱妹曾经有多厉害,一个模测有多厉害,就要看她上了多少张大看封面,看看朱妹曾经辉煌的战绩,Vogue, Harper's Bazaar,L都上了个遍,这要是在演习攻略,得招多少人妒忌啊。 被美女一和老佛爷看中的姓月儿,要说到朱妹为什么这么厉害,之前提到被Prada创意总监看上,并且在2010年春夏季开场的她,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美女高要知道想要在时尚圈,一炮而鸿,被Prada欣赖可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,在朱妹的职业生涯中,曾经三次代言美女并且不光是成衣的全球广告, 还有特色系列的全部代言,这可是不可多得的殊荣,不光有女友谊的加持,就连老佛,也都很喜爱她,并且让她在神奈娥高定秀中,担任一场婚纱模特,并且神奈娥两个季度都会找朱妹做代言,就一大蓝血品牌广告入手,甚至还拍摄了有老佛爷导演的神奈娥为电影,老佛爷给朱妹的, 不光是神奈娥还有Sandy的全球广告,你以为光老佛爷这就够了吗? 还有意大利著名奢侈品品牌的Sauce的掌门人的Notelli的喜爱,所以你会看到,号称对模特最挑剔的品牌的Sauce常名有朱妹的身影, 为了而成的T台上留下很多座腰好时光,如今惨淡的朱妹曾经战绩这么辉煌的朱妹现在在干嘛呢? 在自己的家乡开了一个小餐馆,即当着小老板,又当上服务员,这一切都是因为就在去年,朱妹宣布退役了, 常名因为鞋码不合适而造成的脚伤,让他不得不选择退役,否则自己的伤势会越来越严重, 但是他并不打算就这么闲着,于是做起了自己的设计品牌,但毕竟不是网红超模的他,自己的小生意并不尽如人意, 屡屡受挫,于是他前一阵跟粉丝们透露了自己的心动下,自己在家乡小镇开了个小餐馆,老板服务员都要干, 这不禁让粉丝们十分唏嘘,当被问到自己曾经是业内最棒的模特,是否想您的时候,他表示自己心情十分复杂, 而且之前工,做的伙伴也都不再联系他,让他感觉到十分伤心,哎,这就是社会,粉丝还问他,愿意回时尚圈吗,不是走T台,而是和坏话有关,他表示大写的yes, 我想即使是回归体台,他也是十分愿意的吧,一旦超模就这么运落了,最后YOKA小姐解放一组她的大片, 让我们最后来回顾一下他辉煌的日子吧,给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